1月9号下午,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捷克总统泽曼举行视频会晤。 习近平指出,过去十年,我们多次会面和通话,就双边关系、治国理政经验等深入交流,将终结关系提升成为战略伙伴关系。 我们共同推动双边经贸人员往来,捷克对华出口额增长近两倍。 2019年,中国赴捷克旅游人次比2013年增长250%,中方重视终结关系发展,视捷克为重要战略伙伴,愿同捷方一道,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,更多造福两国人民。 习近平强调,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 将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,这必将为包括捷克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机遇。 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,加强多层次高质量交流沟通。 要深挖互补潜力,扩大互利合作,增进人文交流。 中方将出台更多务实举措,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。 中国对欧政策保持稳定性,希望捷方继续积极致力于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,以及中欧关系持续健康发展。 泽曼表示,我完全同意习近平主席对捷中关系的评价。 我十分珍惜同习近平主席的友谊,愿同中方共同努力,加强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,克服新冠疫情影响,恢复人员往来,使捷中关系之术知凡夜貌呈现勃勃生机。 捷方愿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发展,发挥积极作用。 王毅、何立峰等参加活动。